哇 先點個火 然後呢先來這邊睡個覺 我們可以點這個最 事實上也不用點到最快的喔 我們就點慢一點的 反正也是要等火慢慢燒嘛 所以我們就點慢一點的吧 大家好 我是祥林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的乞丐 睡覺模擬器好了 大家看現在已經 -18度C了 感覺最近這幾天呢 這個氣溫啊 極具的直線下降 有沒有 很可怕很可怕 所以說 我的這一個避難所呢 我又多放了幾樣東西過去之後呢 是的 我又再一次的添加那個抗寒係數喔 所以現在抗寒係數 但是再怎麼添加好像都有限 目前就只會幫我增加28的抗寒係數 感覺還是有那麼一點點不夠用 不過呢 我們先睡起來看看 那28的抗寒係數有沒有可能 讓我可以抵擋這-18度C的低溫 就是避難所效果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右上角寫的是 我後面又加了個6又加了個4嘛對不對 所以繼續下去的話呢 我們這一個可以讓最後一個 難道是加2而已嗎 我再猜啊 所以我們先要 不用不用不用 好像已經抵擋住了 抵擋住了大家看 看起來像是抵擋住了沒有錯 看來我的避難所還是有辦法幫助我抵擋這-18度C的低溫了 那不管怎麼說 我們很重要的當然就是 繼續面對這個超級低溫對吧 然後我們可能看看能不能夠去買到 我是不知道啦 有沒有什麼比較高級一點的什麼 褲子啊鞋子啊帽子啊對不對 有的話就好了 還有就是呢 盡量再去多翻一些東西 讓自己的技能呢 再更加的上去 這個是壞掉了沒有問題 我們上次學會了 如何修東西對不對 所以這個 欸其實我們就常常回來這邊翻東西就好了 好像 這一個垃圾堆這邊呢 常常就是會有出現好東西有沒有 一大堆那個開鎖工具啊 或者是 他們不要的那些什麼家具啊什麼的 全部都會丟到這邊來哦 然後當然也還是一樣哦 就是繼續賺錢 然後呢 就開始呢把錢盡量都拿來買酒之類的 負17度C 因為這個早上已經到了 所以溫度終於又開始升高了 我又再一次了 成功 撐過了這麼一個夜晚 哈哈哈 感覺現在呢 我該做的事情就是 為這個越來越加超級低溫做準備啊 哎呦 對我又拿到了一個有沒有 這拿的東西真的是越來越好耶 然後我的潛水 沒錯 我相信我這一集 潛水應該就可以到達10了 最高等級 然後呢 看樣子我的那個 欸這是昂貴 欸等一下 這是昂貴的牛仔褲 因為我們之前精緻的牛仔褲是不是還要好 可是還是沒有我身上這個工作庫呢 來的可以 抗寒吧 現在真的都是要抗寒哦 其他的什麼都 我覺得都是浮雲啊 哈哈 然後我們其實有一個點呢 可以去看看我們自己的據點 就是應該是在這上面還是哪邊的樣子哦 我們可以 觀賞到我們自己的據點 呃這邊還不太行 要再繞一下 有一個地方可以看到我們自己的據點 不過我們這邊的東西先拿一下對不對 奇怪的麵料 奇怪的麵料也是蠻重要的哦 那我們這邊呢 應該是不需要偷什麼 欸等一下 外面人死了 應該是不需要那個 欸我們再偷一下好了 修好了的這個沒錯 能夠賺錢的時候呢 我們還是盡量的再多賺一些錢啊 然後就盡量的去多買一些東西嘛對不對 或者是直接跟他乞討 看看會不會得到給我一些麵料什麼的 小圓麵包也是不錯 食物 食物也是很好的選擇 欸現在-16都C了 哦大家看 3960 我開一次中等的是加40 所以呢這40加上去就會到達4000 剛剛好就可以滿來拿這個東西了 所以他到底會不會給我呢 我們這一次就知道了 所以解鎖加40了很好 但是他也沒有說任何的什麼 呃訊息跳出來說我得到那個金幣啊 那我們就跳出遊戲去看一下 返回菜單就可以了 然後用戶配置 大家看 並沒有給我這個金幣啊 難道說他要給我這個金幣 是我一定要 呃經過一個季節之後才會給我這個金幣的嗎 可能是吧 我猜啦 哇現在的話呢 感覺上聽到這個聲音就知道這個狀況 非常非常的不妙啊 好像 是-16都C 欸哦對了 我忘了一件事情了 我離開遊戲的話呢 再進來 這個會沒有 我的那個庇護所效果其實已經沒了 對雖然左上角還顯示著有 但事實上已經沒了 所以我的還能抵抗力又回來了 該死 哈哈哈 呃這我該怎麼辦呢 先讓我先讓我吃點這個漢堡一下吧 沒關係沒關係 哦對了 還有就是我可以請 叫他們請他們讓我進去烤點火似的 用傲慢的技能再一次 多烤一下火沒有問題了 所以我比較不會那麼怕冷了 很好這邊拿到了一個 哦夾克耶 然後我的潛水 我的潛水到底還差多少 看起來那麼滿了 但是怎麼好像還是 還是怪怪的 潛水 2984差16 沒錯只差16了 對對對 對對對 這這個溫度降的有點有點略快啊 這個 那我們就知道把好果酒先喝一個下去了 沒問題沒問題 哦天啊天啊天啊太可怕了 然後呢我們先來上個廁所 沒錯我們只有10塊錢 跟他騙一下說我們只有10塊錢 上個廁所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從廁所的旁邊這一邊進來呢 應該稍微隨便繞一下吧 就可以到達那個可以看到我們據點的地方 應該就在這前面了 是的 就是這裡的 我們的據點從這邊看下去就可以看到大汗在這邊 所以這一個地方呢就是專門用來給我們看我們自己據點我們可以 可以耶我可以跳到踩在大汗之後踩在這個欄杆上面 我這邊只要摔下去應該會摔死之類的吧 所以大家看這就是我們的據點啦 我們蓋了相當多的這個有沒有屋頂起來了 還沒有完全的把它全部造起來 是不是哪一天我們一定要設法把它給全部造起來這樣子啊 這好像也是其中一個目標喔 不過現在反正我們應該還是趁天亮的時候嘛 然後就出來這邊喔大家看 所以我的寒冷抵抗力剩下61因為剛剛左上角那個那個庇護所效果沒了他就直接給我撿下去了所以我再離開遊戲 然後我再進來一下 應該就回復正常了89太好了 神級了我的潛水 最高等級了這個代表什麼大家知道嗎 然後代表我不管翻的是哪一個垃圾桶 我都可以把他給完完整整的給探索完畢了 就類似這種我眼前這個 10個垃圾 10坨屎的 我可以毫無顧忌的 完完整整的把他給探索完畢 哇這點真的是 太高興了 另外其實我感覺我也可以多買一些檸檬在身上的樣子是不是 還有這些東西也全部可以先賣一下然後呢也一樣可樂 再多買一些反正有錢 我錢剛好到一萬耶 不過馬上又沒有了有沒有 這乾脆就先多買一點好了我身上的快要放這些東西都快要放滿了 可惡啊我來他這邊一看好像又沒有什麼 特別的東西的樣子喔那這裡的話呢是把昂貴的還是精緻的賣掉呢 其實他們的重量喔 重量還是有一點重耶 不然這個乳膠庫跟皮褲好吧我還是忍痛把他們給賣掉好了 耐絲性的這個涼血根本都可以賣掉的東西 我怎麼莫名其妙全又來到一萬了 在路上 在路上隨隨便便在跟人要一點錢 突然之間錢又來到一萬了耶 YES 是的我的製作也已經來到了7了非常的好 製作如果能夠到8的話呢我們的製作也是可以完全的升上去了 那這個治療茶呢就是我覺得很需要用到的 因為可以直接溫暖加100還可以減疾病喔 治療茶其實是相當了不起的東西啊 喔然後大家看這一個威士忌的其實只要喝下去的話呢 這個寒冷抵抗力就會增加的 也是永久性的增加所以其實威士忌的話呢我們也可以設法呢 去多買一些的感覺喔 然後一直狂喝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啊只是 我可能要盡早那麼做就是了因為我不能夠讓這個超過吧這個一直不斷的超過可能會發生什麼樣奇怪的事情喔 傲人的褲子 為什麼我遊戲玩了這麼久到現在都還是會有一些那個新的服裝被我給拿出來的樣子啊 喔這下可糟糕了狀況好像已經有點越來越嚴重了 我又聽到那個 那個應該是寒流來的聲音喔所以 現在 真的 越來越藍了然後我應該可以再多買一些等一下威士忌要買的話對不對是不是應該像那一個 車站那附近吧還是車站本身有在買哇大家看 眼前這個景象 雖然是相當的美麗啊不過呢 晚上已經到來了 這個景象雖然很美麗不過對我來說 也是相當的可怕而且我現在 身上越來越潮濕了 喔耶嘿妹子我們來點一點吧 以物換物一下喔他這邊應該有賣威士忌嗎然後 其實對我來講不會太貴啦然後耐忍性可以增加是不是 不過我買不起那麼多 真的不貴嗎沒關係我們先買這樣子好不好 哇塞八千塊就這樣子吐出去了耶 可是 好處是什麼呢 我可以喝10個威士忌之後呢耐忍性可以永久性的增加10 有比較好嗎 那麼大家看喔這個威士忌對不對可以注意到右邊那邊有一個加100但是紅色的是這一個 所以我們可以去看一下那個東西的話呢是這個9這一個 我們目前的狀態的是好但是我們一喝威士忌的話會加100上來 那我喝的越多行為和人們看待你的方式會改變酒精會毒害我的身體 所以我喝下去之後呢可以看看 別人是怎麼看待我的對不對 可以試試看 我們直接喝了吧 oh yes yes 我的走路我的走路開始變慢了 這個就是喝醉了 好像也沒事啊 沒事 完全沒問題嘛你聖結的跟光環一樣OK 那麼少再多給一點錢嗎 他還是可以那個啊不斷的給我錢啊 意思就是他很喜歡那個我喝完酒的樣子囉 是不是 好啦反正是晚上已經到了啦現在是-17度C似的 眼前這一片雪景 已經越來越可怕的感覺了喔 我全身已經快要那個完全的潮濕了可是我跑的速度沒那麼快 這就是喝酒的壞處嗎 喔耶睡醒了耶庇護所效果也來了 所以現在還能抵抗力有119的但是現在這一個酒的 這個我的酒這個還是有點高啊這個在這個狀態之下如果我繼續喝威士忌的話可能不太好 喔來了 來了真的來了真的來了 這個就是大災難來臨了他剛剛上面有字幕跳出來了 來了 所謂的大災難來臨就是像現在這個樣子大家看 好像是說路上的行人會變少之類的嗎還是怎麼樣的 這就是所謂的大災難降臨了 是的 溫度直接來到了-20度C大家仔細看 -20度C啊 啊沒關係我們繼續拿錢嗎還是 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有人會偷偷的跑出來然後打電話是不是然後大家看 眼前-21度C了 真正的大災難真的降臨了啦 不行了 不能在外面待著 而且這個血應該是會不停的下吧對不對 等等我們先進來這裡面一下不會在這裡面也會那個吧有有有那個吧 喔好險好險 我想說會不會在這裡面也在弄屍 但是呢沒事大家看 我呢因為有我這個庇護所的抵抗力存在喔所以 至少在119的話呢是不會有任何的問題的 可是我原本只有89對不對 我就算把10個威士忌全喝了好像 好像也沒有辦法到了119 所以我把那10個威士忌如果說真的有辦法全喝了的話 我也不曉得 到底 能夠撐多久就是了 我並不知道 但現在我身上至少呢 還有一些 還有很多很多的酒 我只要一趕到寒冷馬上喝酒就可以了然後注意呢不要讓自己的身體被弄濕是不是 那變成說我只能夠一直待在這裡囉 然後肚子餓了的話就是把東西拿起來吃啊但是我還是要出去這個 排泄一下的沒關係 排泄的地方離這裡很近喔 然後如果我記得沒有錯的話我有看到資訊是說 這個大災難來臨的時候呢路上沒有人 這個 是的因為災難降臨了所以這個都關門了沒有任何一個店家是有開的 我們無法進任何一個店家買東西 真正的大災難就是長這樣子的所以我們如果說想要上廁所的話呢 可能只能夠來這邊了 幸虧還是可以撿到一些廢棄的食物啊什麼的 那些廢棄的食物應該我都還可以合成什麼美餐之類的吧對不對 好吃啊美餐啊 但是現在-20度C -20度C現在應該還是屬於這個白天吧 我該吃點東西了沒錯吃下去吧把漢堡先吃下去了 好吧現在看起來好像也還是蠻重要的所以我應該呢 回去庇護所隨便睡個一覺吧 烤火隨便睡個一覺然後呢 出來這邊對不對吃東西想要上廁所就在這邊上廁所 然後出來也才翻得了東西嘛 所以我應該人就是一直在這附近 待著就可以了 現在應該是真的沒有任何一個店家有開的我們看這個販賣這個廢鐵的 廢鐵的這邊怎麼可以解鎖的 他是販賣廢鐵的耶為什麼可以解鎖啊 我可以偷一下他裡面的鐵之類的嗎 看一下 回收電碼沒有東西啊 我可以在這邊一直增加我的解鎖能力 好吧好吧我們趕緊先回去一下 先睡個覺 欸不過現在還在溫度還在上升當中耶 現在變成了-19度C了 感覺問題不是太嚴重了 只是我現在身上 真的很潮濕 那沒有用的這個垃圾喔 太好了 之前在路上的還是拿到了不少了 很好睡醒來了 然後怎麼好像還蠻亮的這個外面 所以我現在有庇護所效果的話我應該是完全不用害怕那個 寒冷了 可是我的天啊 所謂的大災難原來就是長這樣子 這個視線不佳呀 這個視線真的是很有問題啊 大災難 原來就是長這個樣子 開始建造吧我身上好像還有一些可以放的 是的老式的手提箱 我們可以多放一些 所以現在呢-18度C 現在還在-18度C代表說 這一天其實才剛到正午10分而已對不對 其實才剛到正午10分 先燒兩個吧 然後呢我就得再去外面看看能不能再去 多翻一些東西這樣子 喔剛剛只要燒一個就好了 現在任何一點資源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啊 我-18度C的話我應該是還撐得過去啊 然後翻這些東西的話呢 盡量就不要在那個 會被血給那個淋到的地方啊 又完全潮濕了這邊呢我們又要再躲到這個了沒錯 我們這一個啊不是他是我的乞丐小弟啦我的乞丐徒弟啦這個 原本他是大師嘛但他因為不知長進對不對教了我之後他就再也沒有學習過了 所以他不知長進的話呢現在就已經變成了類似我的小弟的存在 哈哈 哈哈 我們只能夠在這邊先待著然後呢撿這附近的東西嗎 其實應該也不用怕啦 應該真的也不是說需要那麼的擔心的感覺啦 那我的食物到底夠不夠啊我只剩下一個罐頭 喔我還有很多的巧克力棒 這巧克力棒也不是很特別多啊 我們還有很多的好吃啦 還有一些美餐吧對不對喔還有一些廢食物在 喔還有被咬過的三明治很多 還有十個美餐 所以食物就只剩這邊了 糟了 外面的小吃店好像沒開對不對 我去看一下能不能夠解鎖 如果能夠解鎖的話呢也許可以解鎖耶 也許他們這裡面呢有一些東西可以拿對不對 那也不會有警察出來所以大災難來臨的時候 啊但是我不能拿東西啊 我解鎖了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給我拿耶 喔所以 真的災難來臨之前 真的就要準備好所有的東西了 不然我就是要繼續的拿一堆的廢棄食物起來吃了 沒關係只要有得解鎖我們就可以拿到不少的好東西 就算 就算我沒有小圓麵包來製造那個好吃了 我們也是可以呢一直就吃垃圾食物搞不好都有辦法過活 再加上我其實也還有很多有用的食物 等一下房子入口 居然會有屋子OK的 OK的 偷東西有食物可以偷嗎 他怎麼沒有食物可以偷 偷點香料好像也是不錯的 偷點香料OK 所以有一些住家可以進去這個 我記得原本有住家 店家關門了可是有一些住家 喔住家還是可以進去的 沒有問題 所以我還可以利用住家來幫我烤火或者是偷東西 但是好像會出現食物的機率這個大概又要看運氣了好像 從來也沒有從他們這邊拿到過什麼食物是不是 再跑個幾家看看好了 但是 這個麻煩點就是你只要一出去的話 就要開始淋濕了 不過現在是-16度C 所以之前逛地圖的經驗就有用了像我走到這邊了我就知道從這邊只要一彎進去 這邊又有地方可以烤火了在這裡 所以我身上雖然非常的潮濕但是馬上又可以再一次的烤火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拼了老命了看有什麼東西就該拿什麼東西了現在 有沒有可能我好像也從來都沒有在垃圾桶裡面翻到小圓麵包的樣子吧 印象中是沒有的 我的小圓麵包其實後面也很多都是直接從人家身上那邊拿來的 盒裝葡萄酒也還是可以翻得到 盒裝葡萄酒呢其實就是可以讓我直接喝了就有保暖效果了啦 不過隨便翻一個大型的垃圾桶翻完之後我身上幾乎又完全的潮濕了耶 這點超討厭的一二三三個就好了吧 無聊的時候對不對 我們還可以玩一下這個 呱呱卡 或者說我們沒事呢 我剛剛還有翻到一些顏料搞不好我還有辦法繼續的來做一些繪畫 但現在顏料還是不夠 甚至其實我們在很寒冷沒有避護手效果的時候也沒關係 我們就是盡可能讓自己這個下降 對不對 然後呢下降之後我們就直接喝個威士忌吧 還可以永久的增加這個海人抵抗力也還不錯 所以說啦在這種時候你身上有 再多的錢都沒有用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的拚了老命的直接先買了一堆威士忌 看起來像是個不錯的選擇 突然之間 這個場災難結束了耶 剛剛冒出一個 冒出一個訊息說災難結束了 一瞬間而已嗎這場災難就這樣子就度過了 真的假的 災難已經度過了耶 所以溫度又開始 快速的上升了 我想說這場災難是不是有可能會持續好幾天 我還想了一大堆的戰略結果 災難已經結束了溫度 直接就又回升到了 負十度C 然後路上的行人呢 又開始出來了 就這樣子 大災難也結束了 還是說這個大災難會來好幾次對不對 好所以說呢既然人都已經開始了又在這出來我們要繼續呢施展我們的嘴炮功夫啦沒有問題 開始呢又要再弄一些錢了然後呢有一些錢之後呢 我們的演講技能也可以好好的再升上去喔那最重要的是有了錢之後我們在這個時候就真的去多買一些食物了吧 好那我想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乞丐模擬器感謝大家收看囉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喔我們下一回再見了大家掰掰 繼續發揮我的嘴炮功夫